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常用的样式 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常用的样式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拼大家的单词量了 大家拼单词了 单词记得多的话可能就记得快一点 那么这些样式的话也是什么呢 最常用的 大家记得这里的话 记得这些样式的话就是 就是方便你什么学试试试试试 就是常用的这个样式 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这些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常用的样式 刚刚我们实际上也移用了两个吧 比如说这个什么color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设置文字颜色的是不是这样的 好,folder size是设置什么 文字大小是吧 接着什么folder family是设置什么 字体的文字的字体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常用的文字的 常用的实验才是设置 好,我们来再新建一个啊 再新建一个 003 常用样式 常用这个文本的样式啊 文本样式 好,那么的话我这个地方我就什么呢 来一个感的号啊 新建一个H5的文档啊 比如说常用文本样式啊 常用文本样式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在讲套的时候的话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呢 那我就用这个什么呢 就这种什么 内嵌式的啊 用这种方式来讲啊 那么大家用的时候的话可以什么呢 先这么练习吧 那么后面开发的时候大家什么 另外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在这里面写样式啊 好 好 那么比如说我这里拿一个DIV啊 DIV啊 DIV 然后这里面放一段文字是吧 拿一段文字过来啊 比如说拿一段这个 这个 HTML啊 拿这段文字过来 复制一下啊 好,放到这里来 好 放到这里来之后接来的话 我来给这档文字做什么 样式是吧 做样式啊 然后的话我怎么样呢 我用第二种方式 常为样式是吧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内嵌式的吧 用这个什么 十大标签吧 十大标签啊 来写样式 好 十大标签写样式 比如说这个DIV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DIV我就写DIV的样式啊 比如说我用DIV来跟它进行关联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这里面写的样式就 只要页面上有DIV啊 都会用我这里的样式啊 好 首先的话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个比如说 刚刚我们学的是吧 这里面有个什么 风的size是吧 实际上是文本设置啊 风的size是 是吧 好 风的size 假如说我设置16px的话 这个是没用的是吧 它默认就是16是吧 刚才说了吧 是吧 假如说我设置个20是吧 那么就比它大一点 什么样的啊 20px 好 这是第一个样式的属性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 没有什么技巧啊 你只要记得就会用吧 是吧 你记得这个东西就会用 你不记得就用不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根本没什么技巧 是吧 那么实际上就是考大家什么 能不能记住它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比如说color就是设置什么 颜色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是一个属性和一个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 后面用分号隔开 接着的话 你想设置另外一个属性 一个值的话 那么接着写是吧 打一个分号 然后后面写另外一个属性 是吧 color 然后再写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 假如说是拿一个什么呢 呃 pink吧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是什么 粉色吧 好 接着我再写其他的属性和其他值 怎么样 再打一个分号吧 分号把它隔开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为了方便观看的话 我们一般这么写 是吧 把它换航吧 换航是不是好看一点啊 换航好看一点啊 好 那么接着 那么我们刚刚就组了这两个例子 是吧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这个 一些常用的属性啊 比如说是 fount family是什么呢 设置这个文字的字体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是这个 微软雅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来写一下啊 比如说是 fount family 是吧 fount的话就是字体 是吧 family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家庭 家族的意思 是吧 家族啊 好 比如说我写这个什么呢 微软雅黑 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写 虚软雅黑 是吧 雅黑啊 好 那么写完之后 那么可以打一个封号 是这样的啊 封号 好 那么这个三个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是不是这样子了 这样子啊 好 现在别人 未来雅黑了啊 未来雅黑了啊 未来雅黑 好 这个字好像不是太显眼的 够的吧 够的啊 绿色啊 绿色啊 green吧 好 g-r-e-n 绿色啊 绿色还比较显眼啊 好 好 可以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 微软雅黑 这个什么 这么写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大家记得啊 我们在写这个字体的时候 用这种中文 实际上是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 为了避免什么 为了避免这个乱嘛 有时候会出现乱嘛 比如说样式里面 全是英文 是吧 有时候出现中文的这个东西 是什么 有时候会出现乱嘛 浪嘛的时候会导致这个什么 这个文字的字体设置是什么 失效 这个时候的话 按照这种字体写网 我们一般什么呢 建议大家写成英文的 比如说这个 为了免黑的话 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这么写 写成什么 microsoft 然后是免黑 这么写 建议大家这么写 microsoft 免黑 好 这么写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也一样的 也一样的 刷新一下 是吧 人家是亚黑吧 建议大家这么写 这么写的话 就是避免什么 如果是中文出现乱码的话 会导致什么 那个 这个字体 声明失效 建议大家这么写 Microsoft 或者是中文出现乱码的 这是关于这个字体 是吧 字体 好 完全是一个的单词吧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字体啊 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 东特时代是吧 东特时代是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文字是否倾斜 是不是这样的 文字是否倾斜啊 东特时代 好 那么的话 Normal是什么 不倾斜 然后 Intentic就是倾斜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一般用在哪里呢 一般用在哪里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字 它是不倾斜的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我想把它设置为倾斜 是吧 比如说 风车 实弹 是吧 风车 实弹是什么 Intentic 是吧 Intentic 这个是倾斜吧 好 这个设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变倾斜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倾斜了啊 实际上的话 像这种方式用的比较少 是不是这样的啊 倾斜的字数是不太好看的 是不是这样的 对 不太好看啊 我们一般用在哪里呢 我们用它是用来什么 把倾斜的设置为不倾斜 明白没有 是这么用的啊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音频上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比如说是 拿一个呃 啊 这里吧 用来一个EM 这里来个EM 是不是这样的啊 EM啊 EM之后怎么样 我这个地方不写啊 这里不写 不写之后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EM包的这个是不是变倾斜了啊 EM本身就是倾斜的吧 是吧 EM标签它本身带样式 带什么样式啊 倾斜的样式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希望我的这个EM包的这个文字呢 不倾斜 而且呢 颜色还不一样 比如说是个粉色 或者是一个gold 是吧 那么这时候可以怎么写呢 再写一个是不是可以啊 再写一个啊 比如说这里写一个EM 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EM是不是会去匹配这个标签呢 好 EM这个时候我写什么呢 写风特斯坦 写什么 写MoMo 是不是就可以啊 再看一下啊 这个写风特斯坦是什么 写风特斯坦 Loma是设置步倾斜吧 写风特斯坦是 Intelic是什么 设置倾斜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射完这个时候 是不是变得步倾斜了 好 这个我射完之后 再来看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来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步倾斜了 是吧 那么我还可以怎么样 给它一个样式吧 给它一个color 是不是可以啊 color啊 来一个 来一个gold 就可以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EM对应的这个样式 是不是步倾斜 而且变什么 变成金色了吧 对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解释我 什么呢 前面有个span 比如这个span 这个span是不是没意义啊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 给span样式啊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span 是吧 然后它的color color来一个red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我把它封了这样子 调大是不是可以啊 二十 是二十啊 哪个三十吧 是吧 好 这个html是不是用span包起来啊 包起来之后怎么样 甚至可以变大啊 是吧 那么张 专门 专门针对于html 这几个 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 那么span的这个用法来来清除吧 他一般是用来给样式的 这样子啊 我单独包一个 然后给span样式 然后这个span的话 就对应的这个样式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呃 这几个样式啊 这个样式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样式啊 还要是什么样式呢 就是关于这个 呃 比如说这个fond weight啊 fond weight啊 fond weigh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呃 这个什么 加粗和不加粗啊 加粗和不加粗啊 fond weight如果是什么 是board的话 就是什么 加粗啊 fond weight如果是normal的话 就是什么 不加粗啊 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它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标题啊 再来一个标题 假如说这是拿一个 呃 he标题啊 好 这个比如说样式 演示啊 样式演示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样式演示这几个 什么 它是一个he吧 he之后 那么它本人是加粗的 是不是这样的 啊 如果说我不想它加粗了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想它加粗啊 不想它加粗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可以写什么呢 是不是写he啊 he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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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he的话那么什么呢 就是这个 fond什么呢 给它写一个fond weight 是不是这样的 fond weight啊 好 fond weight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fond weight 设置为board 就是加粗啊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我这里写个board 这是不是浪费啊 是吧 这不是废话啊 是吧 它本人就加粗了 你写board 是没意义啊 是这样的 它本人就加粗啊 本人就是加粗了 你就没必要写啊 那么我们一般用它 怎么来把它写设成什么 设成lover 是不是就可以啊 lover之后它是什么 它就不加粗吧 不加粗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加粗 好 那么我一般这么用 把加粗的东西变成不加粗 可以这么写 好 这是fond weight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还有一个啊 这是line height line height 好 line height这个属性的话是干嘛呢 就是设置这个航高的啊 设置航高 航高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段落啊 这个段落 它默认是有一个航高啊 假如我想把它的什么呢 这个文字之间的这个行距啊 调多一点啊 文字之间的行距调多一点 我可以什么呢 设置line height 好 那么这个整体的是属于什么 这个DLV吧 是吧 我还是在DLV里面写啊 好 比如说什么 line height啊 line height 一般设置这个什么呢 一般设置一个具体的词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风的设置是二十的话 是表示这个 文字一个字的高度是二十 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 我想设置航高 那么想设置一下 我想说是四十ps 看一下啊 如果是四十px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航高 大概有多少啊 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变高了 至于四十之间是不是变高了 好 那么这个航高 四十是怎么计算的呢 是从什么 比如说是这个第二行的底部 到第一行的底部 这个距离大概就是四十 那没有 第二行的这个底部 到第一行的底部 这个地方就是四十 那么航高占据的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大概是怎么样呢 每一行上下都有 每一行上下都有 这个航高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强调 航高是怎么一回事 好 这个的话就是大概的 这个什么呢 一些常用的这个样式 常用的这个样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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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